哈囉大家好啊 今天呢就想要來錄一段影片 那這段影片呢就是集結了一些呢 我就是這幾年去中國旅遊所累積出來的一些經驗 畢竟說以前我們去玩的時候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都會不知道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雖然說那個時候啦也有網路上面可以去爬穩啦 去看說有一些人遇到這些問題那可以怎麼樣解決 那看來看去之後呢就是 其實有一些是有得到答案 但是有一些就是還是自己去摸索嘛 那最近呢就是疫情結束完之後呢 我有去北京旅遊嘛 那我去旅遊的時候呢 我看一些網站上面的討論區呢 還是有蠻多人的就是會問一些以前 我會問的一些問題 所以說我就想要把它給整理出來 然後就是來告訴大家說 我遇到的這些問題跟我分享我使用的這些APP 或許這樣會對你們來講會有多多少少有點幫助啦 但是我講的不一定是正確 因為這只是我個人遇到的經驗而已 如果說你覺得我講的有錯的話 那你希望不要泡我 你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然後盯正我 因為我只是分享我的經驗 但是真的不一定正確 因為這只是我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今天當然有準備一些草稿啦 要講這些呢 我怕我自己會講到忘記 所以我想說呢就 打了一下我的草稿呢 最少就有大概四張吧 那這些比較簡單啦 畢竟我列出來這十點嘛 就是這十個是關於說 中國旅遊比較會常面對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首先就是先分享我常用的一些APP 因為畢竟 到中國的時候呢 你用這些APP呢 真的會比較方便 就像是一些 最簡單的嘛 就是 微信跟支付寶 那地圖的話呢 就是 百度地圖跟高的地圖 還有滴滴打車啊 鐵路12306啊 Check.com這個 還有中國的細城 以及那個馬蜂窩 這幾個都是我常會用到的 那也有 大眾點評啊 美團啊 還有小紅書啊 還有一些 租車的APP 因為畢竟有些人會去那邊租車 但是這部分租車的話 我就講的很少很少 因為畢竟 在中國呢 我還沒有租車過 所以等到有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以上這些兩個都是我 比較常用到的一些APP 那你也可以參考看看啦 或許你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或是比較好用的APP 你也可以推薦我使用 那我今天呢就是 先來分享這十點就是 比較容易會遇到問題 那很簡單的 第一點就是說 關於填這個健康碼 因為現在去呢 不用那個核酸檢測 所以說呢 我們只要填那個健康碼 那其實健康碼還蠻簡單的 就是你拿你的手機 打開微信 你打開微信之後呢 你就是輸入那個 海關旅遊指尖服務 通常你一輸入完之後呢 它就會有跳出來 你可以點進去裡面 然後呢 點進去完之後呢 你就是選擇去填寫那個 出入境的健康聲明卡 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你出境跟路徑你都要填 那你登進去看之後呢 它就開始由上網下 就是要你填一些資料這樣 你填完之後呢 它會給你一個二維碼 其實這個速度還蠻快的 差不多兩分鐘以內 就會得到一個二維碼這樣 我看到蠻多人 就是在櫃檯那邊的時候 才開始在填這個聲明卡 我是覺得其實你就是 可能在飯店還是說 你要出發以前 24小時以內 你把它填好就好了 你就不用在機場 又這麼麻煩 還是一堆人在那邊掃那個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關於 支付的問題 其實最多人問的就是說 欸為什麼 我要怎麼樣用我的信用卡 去那邊消費 還是說 你一直想要 尋求一些其他方式來 代替那個 銀行卡 你知道嗎 因為蠻多人都 對這個有疑問的 其實呢 你最簡單的就是 變化 然後還有信用卡 你就可以去註冊一個支付寶出來 那重點就是 你這個支付寶呢 就是你沒有辦法從信用卡存錢進去的 你只能透過別人就是 把錢寄給你而已 因為把錢 別人把錢轉給你 就比較小額 我指的是小額 就比如說你可能買買東西啊 付付款啊 或者是買個水果啊 喝個汽水飲料這種 比較小額的這種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以前我也是這樣做過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要買機票 或者是訂飯店跟火車票的話呢 或許就會有問題 所以呢 原則上 微信跟支付寶的話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一定要開戶 那其實 要怎麼樣開戶的話 大家應該都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 因為有很多人就教你說 我當時在那邊怎麼開戶啊 怎麼開戶這樣啊 blahblahblah 這樣還蠻多的 這是非常幸運的人 但是我個人的話是 算是比較不幸運的人 什麼叫不幸運的人 就是 我去了幾個城市 然後也問了好幾間 然後他就是沒有辦法讓我開戶 所以說這個還蠻困擾的 後來我也是 找一些公司 然後呢 他們就是 幫我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後來也是到中國那邊去 也是辦電話卡 然後也是有開戶 辦完了那時候 我才開始再重新 用中國的電話 開始來註冊 微信跟支付寶 這樣一整個流程就是 完成了這樣 所以在支付方面的話 就比如說我現在要買 警區的門票啊 或者是你可能要買機票啊 酒店住宿啊 搭車啊 這些東西呢 就是直接微信支付寶 會方便很多 對 所以說 你也不要去想其他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就是要 有 中國的銀行卡 然後你才可以完成實名 製作這個動作 不然你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你就是 以前有人家常講的啦 就是 你可能用 台灣的電話 跟信用卡下去註冊 那個版本 那個出來的支付寶 就差不多是 有一點像 閹割版的支付寶 它沒有辦法 達成其他功能 但是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是 它好像沒有辦法 交易 款項比較大一點的額度 不然會 被鎖掉 因為這個我只是聽說了喔 如果你有 比較好的方式 你也可以分享給我 那第三點的話就是 如何找包車司機 那找包車司機的話呢 我這邊大概列了 幾點 看一下 4點 那怎麼樣 找包車司機呢 基本上第一點 就是用手機找 那怎麼樣用手機找呢 基本上我就是 會透過 氣承 滴滴打車 要不然就是 KKday跟Klook這一種 下去找包車 這個是最簡單的嘛 你可能就是在這些網站上面 跟這些APP上面去找包車 然後你在找包車的時候 你也可以從裡面去看那個 包車它的時間 大概多久 還有 里程數 因為里程數是有限制的喔 有時候你要注意看一下 不是說 我可能包車包了8小時 就沒有里程限制 沒有喔 因為他們有一些上面會寫得很清楚說 你包車8小時 或是包車10小時 或是包車多久 這些的里程數會不一樣喔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一下上面寫的東西這樣 因為重點就是你可能 一定要去看說 延誤的時間 如果說我延誤包車超過之後 那我要多支付多少錢 這個上面有一些都會寫得很清楚 或者是說 有一些高速路阿 或是停車費有沒有包含在裡面阿 其實你都可以在上面 如果你覺得上面寫得不清楚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 真的要寫信去平台問他們 問清楚 至少你也比較不用那麼擔心啦 這個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 如果說 包車方面有什麼問題跟 意見的話 你都可以在 事後完成這個單的時候呢 在上面留下好評或是差評 我覺得這個透過平台的話 最少還有一點保障 因為你至少也不用說 怕說我會被司機丟包 還是發生一些什麼樣的事這樣 那第二個呢 就是搭車的時候找包車司機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會透過 系程 滴滴打車 潮潮出行嘛 神馬出行 這幾個 就是這些大車的軟體阿 然後 比如說我可能從A做到B的時候 我就會叫車 但是我叫車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簡單的跟稍微豪華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 豪華一點的車 你就可以叫他們來之後 每次出去你就是做一段做一段 這個司機特別不錯 或者是你覺得 這台車好乾淨喔 然後問師傅嘛 他們覺得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阿 或者是 有一些這一些什麼好東西好吃阿 那問他們之後 然後有些師傅他們就會非常熱情的 就是 跟我們講這些 資訊阿 然後聽一聽之後覺得 喔這師傅其實也是不錯 然後車又維持很乾淨 然後這時候就會問說 師傅說 請問一下師傅 你如果是包車的話 那你大概會收多少錢 那是怎麼樣 算這樣 有些師傅真的是還不錯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到 比較細項一點這樣 那就會留微信嘛 可能我們往後幾天的行程 就會找這位師傅來包車 如果一整天包下來就是覺得 欸沒有問題的話 這師傅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是 下次去我們就是會找這個師傅這樣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最好就是跟師傅講清楚 就是 因為畢竟 你沒有透過平台嘛 那你如果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你也沒有辦法給他好評或是差評 那你也沒有辦法留下任何的紀錄在平台上面 這個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啦 這個真的要看自己的經驗啦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說 這樣到底好還是不好 只是說 我透過這種方式出去的話 就是找到還蠻多位包車司機都還不錯了 對只是說 我發生疫情聽了那麼多的時候 有一些師傅都給我刪掉了 所以 比較不好意思 我就 就要再重新再找包車司機這樣 對 那接下來就是 第三種就是最省錢的一日遊 那這種一日遊就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戲程 或者是看KK Day Klook上面 他們有一些都會有這種一日遊的行程 一日遊是最便宜的 它就是你跟大家一起並車嘛 然後並車完之後呢 到景區去遊玩啊 然後有的是我包吃啊 跟門票啊 我覺得這些都還不錯 你比較要注意到的是說 欸我這個行程裡面到底有沒有進站 進站大家應該知道啦 就是購物站 對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說 欸這個有沒有進站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 單純就是只有這個 行程而已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也比較便宜 對一個人 或者是你想要省旅費的話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第四種呢 就是說去酒店附近呢 找這個旅行社 有一些呢 它可能會是在酒店的樓下 或是附近就是有那種 像類似旅行社的 它會有很多行程在那邊 跟照片讓你選擇 那這個東西呢 你去參加它的行程的時候呢 你就要特別留意 我參加你這個一日遊的行程的話 那費用多少 那要去哪裡搭車 那上面你要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 我以前就是不知道 就是有去報名那個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照片嘛 我們有去問一些行程這樣 然後就參加一日遊 就怎麼停到某一個店裡面去之後 然後我們所有人就下車 進到裡面去 然後開始聽他講 那個菜刀怎麼用啊 這樣這樣這樣 我那時候在想說 欸對 我進了購物站了 對 我的行程裡面就是有包含購物站 那可能當時我都沒有注意看 所以這個也是我個人的問題 對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 像這種旅行社的這種行程的話 那你就是要真的很注意 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說你這個有沒有進站 然後 再加上 有一些他會車購嘛 車購就是會在車上 問你說 你要不要買一些東西啊 這個東西好吃啊 就支持一下我們這樣啊 所以基本上呢 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跑不掉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看一下你的行程 所以有時候雖然便宜 細節 跟一些油水就是這樣子出來的嘛 那第四點呢 就是說 怎麼樣訂房間 那其實訂房間呢 我這邊也是列了四點 我以前剛開始去的時候呢 就是用那個booking在訂嘛 他會秀出房價是多少這樣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用acoda 所以說 我不知道acoda到底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知道他有很多 評價很差的一些事情在發生 對 所以說我就是都習慣用booking 然後那時候都是用booking在訂 所以說你可以在台灣這邊先刷卡 但是呢 在訂以前的時候呢 我都會特別的注意說 這個房間可不可以隨時取消 我都會去注意看那個取消的時間 因為最好是訂說你可以取消的時間 因為這樣如果說你的行程有什麼樣的變動 你還可以直接取消 然後趕快再訂其他的那個飯店 我覺得這個是算是一個好處 但是booking來講的話呢 就是他不見得會非常的便宜 但至少呢 我使用上來講的話 對我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還蠻安全的 那現在呢 如果說你有用shabay的話 因為你如果透過shabay 再連到booking的話 就是他還是會有一點回饋吧 那回饋的話 可能就是要自己看自己的shabay 上面會回饋多少 那第二個呢就是trip.com 這個算是台灣的戲程 我是這樣自己形容啦 然後呢因為他可以刷那個台灣的卡 他就比較簡單 他就是選擇信會比booking還要多一點 就是你看得到的那些房間啊 你基本上呢就是可以用台灣的信用卡 然後下去結帳 就是如果你的微信裡面沒有什麼現金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trip.com下去訂 因為他刷台灣信用卡非常方便嘛 他就已經幫你列出說 房價跟手續費總共多少錢 那但是你刷完之後呢 你要記得如果有確認酒店訂好的話 你最好還是要自己再聯繫一下酒店 確認看看說酒店有沒有收到這個訂單 因為你這樣雙重確認的話會稍微好一點啦 啊雖然我到現在也還是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啦 因為訂完了之後基本上我去的時候都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都是有收到這個訂單 那第三個呢就是中國的戲程 中國戲程的話他選擇性又更多了 那為什麼呢因為畢竟他是在地的APP嘛 那所以說他上面的選項真的會非常的多 你可以選擇的住房的那個種類又更多 他也算是比較方便 但是他只接受一年卡 那不然你就是要用你的微信跟支付寶付錢 對所以說如果你沒有辦法就是用微信跟支付寶付款的話 那你就最好選擇用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兩個方式 他是可以刷台灣的信用卡去結帳這個房間的錢 但是重點就是這邊有一個重點就是你訂房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看 因為這個是中國的戲程 所以說你訂房一定要注意看說上面有沒有寫說接待內外賓 你一定要注意看喔 因為我曾經發生過一次就是我已經訂好了之後 但是我去到現場 現場說他們只接內賓他們不接外賓 而且那天還下雨 哇真的有一點狼狈啊 真的很可憐 那我就只能取消之後呢 在那個飯店那邊又再重新訂了其他間飯店 也再重新打了車 會有點麻煩啦 所以說你如果在訂的時候呢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就是說 上面有沒有寫可不可以接內外賓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注意看的話 你就有可能拉得起你去那裡 然後沒有辦法住這樣 那第四個呢就是透過酒店他自己的APP 因為我現在目前住的就是有幾個啦 就是比如說我可能有住過西爾頓還有華住會的嘛 然後還有雅朵 然後我目前就住過這三種 其他的就是一些他們可能沒有自己APP的那些酒店這樣 透過這三種呢 你其實可以在他們的APP上面去看到他們的那個價格 有時候他們飯店自己的APP呢 下去訂房呢會比系程跟booking他們還要便宜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時候他們可能 可能不用被平台抽一些費用 或者是說他們剛好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上去上面看 然後他們上面呢也會有寫說 這個能不能接內外賓 而且說你如果喜歡這間酒店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累積他們的會員 因為這樣子累積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透過系程去累積的話 那就是累積系程那邊的會員嘛 跟飯店這個APP的會員又是另外的 對所以說你可能要自己選擇說你想要哪一種會比較方便 那我個人呢是哪一邊便宜我就要訂哪裡 對所以基本上以上這四點呢 剛好我要去的時間會比較便宜 那我就會訂哪一間 這以上這個是我個人的分享 但是最好一定要訂可以取消的 系程上面也是有一些可以當天取消 他都不會收你的錢 可以讓你換其他的酒店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因為你如果臨時要變行程的話 這樣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訂那個不能取消的話 那你就真的實命必打 對無論發生什麼事你就是要到 那你沒到你就是會被扣酒店的錢 對就是這樣 第五點就是如何訂高鐵票 那我這邊有分享了一下就是說 以前是想要買高鐵票的時候 我還有那種一大早就是天還沒亮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叫著車去高鐵站的門口那裡排隊 然後等到那個門一開就馬上衝進去裡面這樣買票 真的很可憐 那時候就是你沒有辦法訂票 然後你只能這樣跟著大家一起衝 去買那個車票真的很可憐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有支付方式之後 我們就是可以完成了 你可以下載這個鐵路12306 然後透過12306下去訂票 訂了票之後呢 之前還可以再寄那個紙本的 我在上面留了那個柱子跟那個聯絡電話 然後我請我的酒店呢幫我代收 然後呢就可以把這個車票的紙本寄到我 我的酒店去 然後我去了酒店之後再去跟櫃檯拿就好了 這個是我之前有遇到的這個經驗 但是現在比較簡單的 現在就是你訂完了這個12306之後 你直接線上結 你結完了之後 他的票就是在裡面了 對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不用再去衝去那一些窗口啊 就是跟人家搶票 但是呢我這邊要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你一定要買商務艙的車票 對這個是我個人小小的建議啊 你要看看你坐的那個車站 跟那一段路到底有沒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坐商務做的人 所以我們去那裡旅遊的話 我們盡量讓自己坐下來的時候 可以稍微舒服一點 你懂嗎 對因為你如果買商務票的話 你就是可以不用跟所有人去擠正門 因為他旁邊會有一個商務的通道 你就可以走那個商務的通道 因為一樣要過安檢 完之後你就是直接進去那個休息室裡面休息 那吃一點點心啊 或者是喝一些飲料在裡面好好休息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分享 我個人的經驗 我也會放一段影片讓大家來看一下說 當時外面呢在排隊的有多少人 我相信大家看完那個影片完之後呢 可能真的下巴都會掉下來 如果說你沒有買商務座的話 那你就是要到外面去找一個位置 找一個椅子坐下來都有點小小的困難 對就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很慶幸呢 我剛好那一站呢有買那個商務票 所以我就可以進去商務座裡面好好的休息 然後等到時間到之後我再出來 不然我真的看到那麼多人我真的會暈倒 因為我們出來玩就是玩那幾天嘛 那如果說就是擠成這樣子的話 就是真的會有點累啦 對真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看看 當然如果預算沒有那麼高的話 其實有一等跟二等嘛 我們其實可以稍微做好一點的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選擇 這個都是沒有強迫的 我只是分享我個人的經驗喔 真的喔 這個部分也有包括一些地鐵啊 或是公車啊 那地鐵大概怎麼搭呢 因為地鐵這個就真的有一點不一樣 像比如說我去那個成都 我就是拿他的那個天府通搭車 然後去廣州就換成陽城卡 然後上海呢是變成交通卡 然後到北京呢又是拿一卡通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 拿個YOW卡可以到處坐車 這是有點困難啦 對你要到每個城市 你就看那個城市是用哪一種卡 你就用那種卡坐車會比較方便 那你如果不想要買那個卡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看你要到哪一站 就是一樣就是在門口那邊 就是排隊買票 買那種段一段的票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多花一點時間啦 只是特別麻煩的是就是每次 搭地鐵的時候就是行李要過 對 你就是如果冬天的話 你又要再把你的背包啊弄下來 對就有點麻煩 但是他們就是會習慣 我們要過一下那個安檢這樣 那有一些地鐵站呢 出來之後呢 他還會直接實名字 就是直接實名刷你的那個身份證 驗證一下 然後還會再刷臉 那就基本上呢 這個站呢 我是在靠近天安門東那邊 跟天安門西那邊 比較容易會遇到 一下來之後呢 就是一個一個在那邊排隊 就是驗證一下你這個身份證 跟你這個人到底有沒有一樣 然後我們拿台包證呢 就是把台包證拿給他看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我覺得這樣很安全啦 但是就是會有點麻煩啦 那公車的話呢就是這部分 我就比較少搭公車啦 因為畢竟我搭這個公車的經驗 大概只有兩次嘛 就是一次是坐到那個莆田站 搭公車到碼頭 然後坐去那個梅州島 另外一次呢就是 我從平坦就搭公車去福州玩 對我就大概這兩次坐公車的經驗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分享很多 怎麼樣搭公車的經驗給大家 這個我就沒辦法 那第六點呢就是如何買門票 那買門票的話呢 基本上呢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細塵跟碼蜂窩 那其實細塵跟碼蜂窩很簡單 你就是輸入那個景區完之後 它就會跑出來嘛 你就是可以去選擇景區的門票 除了門票以外就會包含一些講解呀 或是其他的他們就會有一些套票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看一下說是 這個套票到底適不適合你這樣 你也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買了門票完之後 然後你到景區那邊 才想要再找解說員 那基本上也可以 因為畢竟景區那邊 都會有解說員嘛 那他們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找了解說員之後呢 你也不用急著給錢 就是從頭講到尾之後 到最後呢 才會付款 當然啦他如果講的好的話呢 有些人就會覺得 喔你講的真的太好了 那我就多給你一點小費這樣 那你覺得他如果真的講的太差的話 那也沒辦法 因為就是這樣啊 你看他就是 那如果真的講的太差的話 你只能看他能不能改進啊 你自己決定啊 就是比較特別要注意的是就是 有一些是你買了票之後 他直接刷身份證就進去了 但是呢我們也沒有辦法刷身份證 因為他們的身份證是18碼 就是二代身份證嘛 是18碼 他直接刷身份證就可以進去 但是我們台胞證只有8碼 如果是拿這個中國居留證的話 居留證也是18碼 也是可以直接刷進去 就是台胞證不行 你在下單買票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說 這個有沒有一些可以用護照 或者是台胞證的 對那你就是要選擇台胞證那一個 它上面是要你輸入你的那個 台胞證的一些號碼跟名字 因為這個票也是實名字的 你出自台胞證 他有一些用機器去按你台胞證的號碼 才會知道你有票還是沒票 對所以說你下單的時候 就是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疫情之後啦 我發現說還有一個可以買到的票 就是微信 你在微信的公眾號上面呢 就輸入你要去的這個景區 那你輸入完之後呢 他就會跳他的那個景區的公眾號 像我這一次去天壇 就是會有天壇的公眾號跟故宮的公眾號 那湖北水證他也有公眾號 對你都可以透過這些 上去他的公眾號上面呢去買票 這個買出來的話是確定是沒有問題啦 因為他畢竟他是官方的嘛 只是說像故宮的話呢 你就是要提前大概一個禮拜 他就會開放票 對所以說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因為他有限人數 他沒有賣當天的票 所以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說 你去了這個景區 他有沒有限制這個票的數量 對這個很重要 你才不會說你去的時候要買票 才發現沒有票可以買 或者是說你買錯票 因為在微信公眾號的這幾個票呢 基本上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他們有一些都是可以取消的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方便 你不用擔心說 你買了票之後會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有問題那你就把它取消 因為他就會把錢推給你了 對目前我遇到的是這樣 所以就跟你們分享一下這樣 那第七點就是如何找一些美食 那找美食呢就是我剛剛有講到一些APP嘛 就是小紅書啊跟大眾點評啊 那小紅書上面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找說 你想要吃什麼東西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人 分享出來的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都是 人家花真金白銀啊 去那邊消費完之後 所累積下來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看了人家的照片 看了人家的紋啊 品還是差品 那其實上面都有 你就可以自己去判斷說 你今天想不想要吃這一間 或是有沒有必要花這個錢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大眾點評的話就是他上面有在賣一些 就是比如說 你吃這間餐廳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套餐的折價券啊 或者是你買這個100塊的餐券 他就會 你實際上只要付98塊啊 就是幫你打折這樣啊 所以你可以上去上面自己看一下說 你需不需要用到這個券 因為這個券呢 你吃起來就是至少會便宜一點點吧 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 微信 你輸入微信的公眾號呢 你也可以找到呢 這一些餐廳 因為畢竟他們現在很多餐廳的 都是空中排隊 你就是可以在微信的公眾號上面 找到你要去吃的這間餐廳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公眾號 那有一些是開放空中取號 像我這一次去吃的 四季名符啊 跟胡大飯館的小龍蝦 他們基本上都是空中取號 我們就要去吃以前的時候呢 你就是要先在空中排隊 你才不會說 去到現場的時候 你還要再等一兩個小時這樣 有時候你可能 前面抓一個多小時以前 你就可以開始線上排隊了 這樣才不會排太久 我跟你講真的會排到 越排越餓啊 還好呢現在不是很冷 不然這種下雪的天氣 你還在外面這樣排隊的話 我跟你講真的會冷死啊 真的 因為有時候他們旅遊忘記的時候 有時候你可能排個號 都要等上四五個小時 這也是有可能的喔 很可怕喔 最簡單的就是 如果你懶得出門去吃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基本上呢都是叫美團吧 那是最方便的 因為你就可以從那個APP上面去看到 你附近有哪一些吃的 但是他們每一個東西都會有說 可能送過來的時間差不多多少 基本上時間不會差太多啦 所以說呢 如果你真的不想出門的話 直接用叫的 因為那個小哥啊真的很厲害 他們騎車都很快的 就把食物送來你這邊啦 對如果真的覺得那個小哥 服務不錯的話 就是要給小哥五星好評啦 他們都是用生命在幫你送餐啦 真的 那關於網路呢 這個真的要看每個人的習慣啦 因為我有看到有蠻多人 就是會用一些 中港通啊 或是買一些SIM卡過來換這樣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 等去那邊之後再來開什麼VPN啊 就是用這些方式 但是我個人的話是比較懶惰 我個人的話就是直接用手機開漫遊 那手機漫遊的話呢 像比如說 因為我有兩支電話 我有中華電信跟遠傳電信 那如果中華電信呢 吃到飽一天呢就是大概298 那遠傳電信吃到飽呢 199 對這兩家吃到飽的價格不一樣 那如果是要買流量的話呢 就是中華電信它的流量的選擇會比較多 因為它2G、3G還有15G吧 因為它15G好像才500多塊而已 所以基本上呢 我會選擇15G 然後花500多塊 因為去外面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會開手機 可能看一下地圖啊 或者是用一下Line跟滑一下臉書啊 所以基本上呢15G應該蠻夠用的 因為晚上回到酒店之後呢 我手機就會去連那個酒店的網路 那你會覺得連酒店的網路 你的Line一定不能用對不對 那時候就開VPN就好了 你的手機一樣就是可以連Line跟那個臉書一樣都可以用 非常簡單 所以你就開一下VPN就好了 這個比較方便啦 因為你連酒店的網路的話 就不會吃到你的流量嘛 我也是都是趁回酒店的時候 才開酒店的網路上去傳我的影片到雲端這樣 那關於駕照開車跟租車這件事情 基本上呢 中國是不接受你拿什麼台胞證啊 拿台灣駕照啊 要來換臨時駕照啊 沒有這件事情 那你也不能去換那個國際駕照 沒有 因為他們是不接受這些東西的 我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我的駕照也是來中國 報名那個 考駕照嘛 但是你報名考駕照的話呢 就是 你本身你要有台灣的駕照 那你過來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要接受體檢嘛 那體檢我沒有問題 之後呢 你就是要接受那個筆試嘛 那筆試的前提是 你要把那些他們的交通規則啊 這些啊 把它記起來 那其實考試呢 很簡單就是 你考過了之後 當天就可以拿那個駕駛證 所以基本上呢 沒有很困難啦 只是說 你可能要跑一趟中國來考駕照而已 對對對就是 沒有很困難 但是 我還是有在那裡 遇到有台灣人去考的三四次 還沒有過的 我真的 沒辦法 對因為交通法規嘛 交通法規 就是那個樣子嘛 你在台灣的交通法規 你都背的起來 那些符號 你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你怎麼會到那裡 會不知道那些符號是什麼意思 這我也搞不懂 對就是 沒有很困難啦 就是努力一點把它給交通規則 真的要了解一下 因為畢竟你要開車嘛 很可怕 你開一台車 萬一不熟規則撞澳了怎麼辦 你還是好好的把它備好吧 那租車呢 因為他們租車費真的很便宜 像比如說有一嗨啊 神舟啊 這幾間他們那個租車 基本上都不會很貴 但是最貴的是什麼 押金 因為那個押金 有時候一押呢 都好幾千塊以上 四五千也有這樣 所以基本上押金真的還蠻貴的 那關於租車這方面呢 因為這幾次呢 我有考慮到說 他們有一些城市 你們像北京嘛 他們是有限號的 然後加上他的上下班時間呢 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熟 所以我就不敢租車 不然我本來打算說自己租車出去這樣 但是後來算一算之後 我覺得 我這樣租車完之後 又要開三個小時 去玩完之後 我要再開三個小時回來 我可能就真的累死了 對 所以我就直接就包車好了 那或許是 我現在租車完的時候 距離會稍微遠一點的時候 或者是我帶著行李移動的時候 那我就會考慮租車 因為租車真的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我有租車的話呢 我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租車的流程是怎麼樣的 那第十點呢就是 關於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 真的很好玩 它其實就跟我們那個 U-buy一樣 我們U-buy就是 用那個悠遊卡 那它的共享單車呢 就直接 開它的APP 直接下去 去刷那個二維碼就好了 像我 有租過的就是 哈囉 跟美團 哈囉就是那個藍色的 然後美團就是黃色的 然後你就是呢 可以這樣騎著腳踏車 就一邊這樣慢慢騎啊 慢慢看附近有什麼樣的商店啊 有什麼東西好吃啊 這樣我覺得騎腳踏車 是一件還蠻好玩的事啊 就是你可以這樣慢慢的欣賞 這一個城市 騎腳踏車齁 就是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他們很多那種電動車 會從你旁邊這樣咻咻咻這樣 要不然你就莫名其妙按喇叭 狂按這樣 對所以說你真的騎腳踏車 要特別注意一點 那你如果不想要 踩腳踏車踩那麼累的話 那你可以挑那一種 它腳踏車呢 旁邊看起來會有一個像電池 你租那個的話呢 它會稍微貴一點點 但是呢 它就是你騎兩三下呢 有時候你可以加個油門 它就是可以吹一下 它會跑呢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比較懶惰 踩個幾下然後吹一下就會跑 吹一下就會跑這樣 我覺得出乎那種最好玩 你就可以不用踩那麼累嘛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就基本上啦 這個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分享了這個 十點 關於這個 中國旅遊會遇到的這些問題 那我不知道我這 十點有沒有幫助到你 因為也是有蠻多人就是問我 裡面相同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每次都要再回答一次啊 回答兩次這樣 我後來想一想 算了我還是直接把它拍成影片好了 或者是說 之後還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問題 或許也會把一些問題 慢慢的整理出來 但是 也希望這十個問題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說我真的講得不好的話 千萬不要泡我 真的 你可以留言修正我就好了 我是玻璃心 千萬不要泡我 我只是分享我遇到的十個問題而已 對或許有很多前輩有更厲害的方式 或者是更好的分享 那我也希望這些前輩呢 就是可以 不吝嗇的來跟我分享一下 對 讓我多多多學習一下 因為畢竟 接下來 開放了嘛 那我會去中國旅遊的次數也會再增加 對啊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OK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了 掰掰